陕西五个非常富有的县市 神木县 位于陕西北部 秦晋蒙三省区接壤地带 总面积达7635平方千米 是陕西省面积最大的县市 下辖六个街道 十四个镇 截至2021年末 神木市常住人口57.64万人 生产总值1848.18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321591元 神木历史悠久 位四千多年前中国北方 及黄河流域的文明中心 神木历史上一直是守卫中原 抗击外移的边关前哨 素为南卫关中北平河套 左厄晋阳之险 右池陵下之冲的塞上重地 福谷县 位于陕西省最北端 地处秦近猛接壤地带 素有金明文三省之称 总面积3229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11月1日临时 福谷县常住人口为25.54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735.88亿元 住户人均存款17.9万元 超过浙江青田县和陕西神木市 成为全国人均存款第一线 福谷自然资源复集 是国家级陕北能源 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西梅东运西垫东宋 西汽东书的重要枢纽 静边县 位于陕西省北部 榆林市西南部 总面积5088平方千米 下辖一个街道16个镇 截至2021年末 常住人口39.01万人 生产总值450.02亿元 人均GDP达115524元 静边市称下周朔方 静边及隋朝大建筑学家 宇文凯规划设计和主持修建了 大兴城唐长安城 成为后世城市建设的范例 韩城市 位于陕西省东部黄河西岸 关中盆地东北渝 总面积1621平方千米 下辖两个街道6个镇 截至2021年末 户籍总人口39.25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374.5亿元 韩城历史悠久 下商时期以龙门代称 韩城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定边县 位于陕西省西北部 渝林市最西端 陕甘宁蒙四省区 七县其交界处 古有东街渝盐西通甘梁 南陵环庆北枕沙漠 图广边长三秦要塞之说 是陕西省的西北门户 渝林市的西大门 自古以来商甲云集 素有汉码头之称 总面积6920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11月1日临时 定边县常住人口为33.9亿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263.15亿元 定边雾华天堡 人杰地灵 是陕西一颗璀璨的塞上明珠 对